新北市一名21岁的潘姓男子一千碰到诈骗集团 损失了不少钱 他不甘心受骗竟然找了几个朋友 自己组成了诈骗集团 来向中小学生下手 得手上百万元 几帮仔细搜索每个角落 衣柜包包都不放过 在新北市新庄这间出租公寓 看起来很平常 却是网路诈骗集团的老巢 一群年轻男女共处一室 各个脸色凝重 打着赤膊的就是21岁的潘姓祖贤 利用国中小学生设施卫生 不晓得只要有手机号码跟身份证 不必本人就可以上网购买游戏点数 再找来中错生跟他们接触 取得电话身份证等个资 疯狂花用别人父母的血汗钱 照我们的清查 大概被害人有将近200位以上 那大概他的金额 在新台币100万元以上 大多数都是国中小的学生 最小的是11岁 诈骗主权公称 因为以前被骗过 不甘被骗 找来朋友组成诈骗集团 如法炮制想大捞一笔 但一个账户竟然出现 500多笔的交易记录 早就被警方盯上 只好乖乖愿罪 尊准台北高雄 组合伯伯伯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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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